啊啊啊 啊啊 Dou can't believe it Dou can't believe it Dou can't believe it 啊啊 啊啊 Dou can't believe it Good morning!今天上午先來弄個 好吃的早餐 將雞蛋冷水下鍋 水滾了之後計時個六到七分鐘 在杯中加入一些燕麥奶 把它打成奶泡撞 濃縮咖啡好了 今天要教大家做分層的冰燕麥奶拿鐵 在燕麥奶裡面加入一些冰塊 在冰塊上面慢慢的倒入濃縮咖啡 最後再上層加上剛剛打好的奶泡 完成療癒的自製燕麥奶冰拿鐵 來開箱今天的蛋蛋吧 稍微有點熟但是還可以喔 加一點鹽吧 接著我拿出我很喜歡的Conte乳酪 今天的水裡有夠巨大 療癒的早餐完成囉 是要完成之後 有加一倍的1倍的 maximum 煎湯 從店給你的一ội 做好 成果開箱 perception 博假就可以? 到後ul 瞬 кр 所以幾次 今天沒機會 十分可觀看 三個月以來首度上健身房 第一個動作我從槓鈴的硬舉開始 先來舉個50公斤 狀況還不錯喔 可以拉滿多下的 接著我直接各加10公斤來到70 還行還行啊 直接來到80喔 啊 第二個動作來到超久沒做的槓鈴深蹲 才60公斤就覺得已經快沒力了 哇 可見太久沒做大重量還是有差呢 看看我的槓鈴胸推有沒有退步呢 暖身完之後加到35公斤 好像還可以耶 再試試看更重的 37.5 之前好像可以做個大概六下 現在到第四下就不太行啦 好 接下來令我迫不及待一定要練的就是大重量的臀推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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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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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大約先10到12下 接著直接降一個重量 來到窄握的擴背下拉 會有更多二頭肌的輔助 以及擴背肌的中下側 也是大約10下 肺部超有感 接著中間不要休息太多 會直接坐 左姿滑船 多感受擴背的延伸 鍛鍊到我們的擴背肌 以及樹脊肌肌 這個組合會做三組 訓練完之後機場露露 找到小巨蛋附近 有一間評分蠻高的日式小店喔 價位蠻經濟實惠的 妹沒有吃過 就給他一個機會吧 我點的是 鮭魚三重奏 我看起來還不錯耶 另外加點的 比目魚奇編壽司 超巨大肥美的 有炙燒過的鮭魚片 生的鮭魚片 還有我愛的鮭魚軟軟 鮭魚的厚度十足 比我想像中的更新鮮好吃耶 搭配鮭魚軟 雞辣 加上自備的水煮蛋 提升六克的蛋白質 雞蛋 炙燒鮭魚 以及鮭魚軟 在我口中彈跳 這難道是蛋白質的饗宴嗎 實在太幸福了 意外被店家招待的明太子蒸蛋 相當的軟嫩啊 滑進口中 中規中矩的蒸蛋 還行還行 接下來是最令人期待的 比目魚奇編壽司 天啊 我難道來到了天堂 這豐富的油脂整個融化我心 我需要冷靜個三秒 大約剩下了半碗的白飯 熱量留給待會的點心 天啊 天啊 吃完卡士達泡芙難免覺得有一點罪惡感 於是帶我們家芝麻來公園消耗一點熱量 對我來說這是木花線好多久 很少天 叫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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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喔 謝謝 給我請坐 那我現在回到家裡 今天晚上呢 要來做一道韓式的雞肉豆腐香菇鍋 那這道料理呢 我是參考世界民俗 詹咪Oliver的食譜書 我私下有買他的書 然後這道料理我覺得算是其中 食材沒有那麼複雜 然後做起來也是很簡單又美味的一道料理 那因為從疫情發發以來 我就變得非常的想念那種韓式的食物 然後就想說乾脆在家裡 自己學做韓式豆腐鍋 那就是主要食材的部分 經過我的改良 就是我想要刻意的提高蛋白質的比例 然後稍微把碳水的比例降低一些 所以啊我有另外多加兩顆雞蛋 一條的話我是改用蒟蒻麵 就是它會變得比較低碳也比較低 然後吃起來會非常的飽 健康又很好吃 食材準備部分先將板豆腐切片 之後切成塊狀 蔥切斷 紅蘿蔔 先削皮 之後用滾刀切的方式切成塊狀 香菇去蒂頭切片 雞腿 去皮 之後切成溢入口的大小 不一定要用去骨雞腿 帶骨的雞腿也很好喔 然後用雞湯 建議用雞湯啦 就是湯頭會比較濃郁 那調味料的話 有韓式的辣醬 對一般潮濕都會有賣 首先先在平底鍋先把香菇 偏香 炒出一些堅果的香氣 接著加入紅蘿蔔塊以及雞肉 拌炒一下 讓雞肉的表面熟了 之後加入雞湯 蓋上鍋蓋 大約燉煮個10-15分鐘 紅蘿蔔變軟之後 加入青蔥、醬油 以及一大匙的韓式辣醬 加入豆腐塊 再繼續給它燉煮個15-20分鐘 這時候已經會非常的香了 最後加入蒟蒻麵或喜歡的麵條 加兩顆蛋 還有蒟蒻麵 再一起煮一下 別忘了最後還要加入泡菜 淋一匙芝麻油提升香味 加一點鹽胡椒調味就好囉 我的低碳高蛋白質版本的韓式 是雞肉豆腐鍋 今天中午吃了比較高熱量的鮭魚飯 下午還吃了有點醉餓的點心 今天晚上就用相對低熱量 卻又高蛋白質的韓式雞肉麵 來做為今天的結尾吧 在這裡 這幾個早就要吃了 今天就要吃了 我吃了 對 就要吃了 就要吃了 還是做上乳子的 放在泡菜 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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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